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聽 你好 我是宅女小紅 那如果你有在關注我的facebook 應該知道我最近人生最大的煩惱 就是我的長子他上小一了 那很多爸爸媽媽都說 我都會看很多爸爸媽媽在打卡喔 我說家裡有小姨先生好開心喔 然後就是開開心心的送他們上學 然後說孩子長大了 然後很感動很想哭之類的 可是呢 我為什麼覺得當小姨先生的媽媽非常痛苦呢 我已經痛苦了大概一個禮拜 我這禮拜稍稍減輕 但是我確實是真的焦头爛額了一個禮拜 而且我現在還是持續的覺得 天啊 我希望再把她縮小燈 再把她讓她再繼續塞回幼稚園 因為當小姨先生的媽媽真的太辛苦了 所以呢 我們今天要討論 家有國小生的媽到底多煩惱 育兒路上的媽媽有多忙多辛苦 甚至有時候還有點痛苦呢 那我們今天的來賓呢 是已經當過兩次小姨先生的家長 而且她還會繼續當的 超會生的 國小生家長前輩 知性美女主播下加入 嗨 大家好 詹姨小黃好 工程師好 雖然你現在那個聲音還沒有出來 我是夏家路 露露 還有我的老公 工程師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工程師 欸 我那個夏家路主播 我覺得你聲音真的超好聽 我剛剛在聽你詩音就想說 天啊 完全不一樣欸 是一個知性的聲音兒 而且你是三個女兒的媽 對 對 你叫我露露就好了啦 OK 你的三個女兒現在是12歲嘛 一個是大的是小六 大的是七年級 現在沒有 你看我都不知道欸 是國一歲現在都說七年級 七年級 那另外一個是 第二個是小五了嗎 對 第二個小五 然後老三是這個中班 三個 是 對啊 中班欸 我剛剛就想說 天啊 感情好好喔 你知道我跟我老公感情不好嗎 差很多欸 我大概沒有辦法生 而且我覺得最可怕的就是 我一看 欸 你不要覺得她是資深媽媽 其實她跟我一樣 她年紀跟我一樣 你也是66年次嗎 對啊 我66年次啊 結果小孩這麼小 現在還在為小一新生煩惱欸 欸 我一直以為你比我們小很多欸 你看起來好年輕喔 謝謝啦 跟著我 欸 所以說你覺得當小 你當年就是才開始當小一新生家長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很痛 嗯 老大給我蠻大的震撼肇遇 到了老二就好很多 那現在老三因為還在中班嘛 可是我就覺得面對老三的狀況 就是真的很放手了 心態上就覺得很坦然這樣子 欸 那你老大的時候有多震撼 我覺得因為我們家老大入學的時候 狀況比較複雜一些些 所以為什麼我們家孩子 後來進到體制外的這個學校 實驗教育裡面 都是因為我們家老大那時候 在小學一二年級 給我很大的衝擊 然後他有蠻嚴重心上的問題 導致他情緒出現了 讓我覺得很驚嚇的變化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小學階段真的是 嗯 不只是對孩子來說啦 對家長來說都是人生很重要的一個里程碑 也真的是可以這麼講 我說我又要很白摸問 他發生什麼情緒上的變化 我們家孩子啊 他是屬於這種邊緣兒 就是他有一點點的這種 感同失調的問題的狀況 我不能講問題 然後他也有一些些ADD的症狀 可是因為我沒有實際上帶他去診斷過 所以我沒有辦法講白了 就是他就是像這樣的孩子 可是因為他有一些像這樣的症狀 以至於他進到體制之後呢 他開始出現各式各樣很奇怪 你看了你覺得很奇怪 可是你又說不出來哪以怪的一些 一些適應上的狀況 像我們家的小孩他一二年級的時候啊 上學 他每天回來我就只問他一件事情 我就只問他說你今天有沒有跟同學玩 嗯 就其他我都不管 就只只在乎這個 因為我發現他在學校的狀態 有點像是那個 宮崎君有一個無臉男有沒有 嗯 就是在角落飄 然後沒有表情 沒有眼神 然後眼神死的這種狀態 跟同學幾乎是沒有什麼互動的 嗯 後來我問了一段時間 我發現他幾乎只跟他幼兒園 因為大部分都是同一個學區嘛 嗯 幼兒園的朋友會會 如果有來找他的話 會有一些互動會玩 要不然他就是自己一個人在那邊 在角落 角落小生物這樣子 那那時候 我就開始察覺還是有一點狀況 可是孩子呢 他有壓力啊 這個年紀的孩子他不會說 嗯 他也不清楚自己壓力哪裡來 就是一直壓著壓著 壓到他二年級下學期的時候 他整個就是爆炸這樣子 所以他回家真的就是跟你鬧死鬧活 然後莫名其妙的一點點事情 整個大爆發 會跟你說什麼想要死啊 什麼之類的那種 就想說你在二年級 對啊 所以你就發現你看一年級完了二年級 他一直壓壓壓壓到二年下學 整個爆開之後 後來給我一個很大的震驚 所以我才重新去調整腳步 然後重新去整理 孩子到底他現在面對的處境是個什麼狀況 那開始思考要不要自學 我那時候甚至考慮要不要自學 即使我們是雙性家庭 有耶 我有看到你的文章 還有你去年出了一本書嘛 在講一些自學的事情 我心裡想說天啊 孩子送到學校 我都恨不得他不要回家 然後你竟然可以自學 你真的很正面耶 後來我們其實是做了一個共學團 但我共學團是在我們家老大 其實進小學一開始就已經在做預備了 因為我對於安親班 有一些自己的刻板想像 我知道現在很多安親班 其實已經越班越活潑 越班越多元了 可是我自己就會覺得 你知道我小時候這種填壓教育出來的 就覺得孩子年紀這麼小 然後要放學之後 要塞在安親班裡頭 我覺得很捨不得 所以那時候我知道有一種 像共學這樣的方式 就是下課之後 一個老師帶著四個孩子 簡單的寫完功課 再來就是他們自己的時間 所以他們就可以去做很多各方的嘗試 去爬山也好 去小溪邊也好 你看我們孩子都市的小孩耶 他們以前放學之後 可以帶他們去那個外雙溪那邊 採採水這樣子 我就覺得很幸福 所以那時候幫他們做了 共學這樣的安排 即使我們有這樣的共學安排 你看我們家老大還是 其實有這個共學團 其實有這個共學的安排 我們家老大那個時候 狀況還是不大好 可是你應該很早就發現是不是 還是說你是等他二年級 我一直是一個很遲鈍的媽媽 然後我工作上又比較忙 所以其實最早發現我們家小孩有狀況是外婆 就是我媽媽 我記得我記得以前 那是事後了 因為我跟黃聰寧醫師 我知道他不久前有上一本節目嘛 我跟他後來在聊的時候啊 他就說他以前看我啊 就覺得我膽子很大 就是覺得孩子的語言發展 難道我都沒有意會到有狀況嗎 怎麼好像都沒有帶他去做語言治療 或是做一些這種評鑑 評估這樣子 可是他是你的老大 所以你可能沒有意識到這個是有問題 對我覺得那是因為 因為我也是第一個孩子嘛 所以我沒有一個很相比照的對象 所以在當時你看他就覺得還好啊 然後我都會覺得別人很奇怪 譬如說他明明講話沒有這麼不清楚 怎麼沒有一個人聽得懂 除了我以外 我都會覺得是別人的問題 因為媽媽會有自己的 跟小孩自己的語言 所以你不會覺得他有問題 而且有時候小孩一個動作 就知道他要幹嘛 我覺得孩子的情緒 是一個非常好的觀察指標耶 因為他們有 不要說小孩 其實有的時候我們自己承受一些壓力 我們可能都講不清楚那壓力到底是 沒辦法講得很明確啦 那更何況對小孩來說 所以他 他能夠反映 回家能夠反映的 就像剛才工程師講的 可能孩子開始情緒有一點 奇怪的變化 變得比較暴躁 或什麼的 睡不好啊 或什麼的 其實都可以從那上面去觀察孩子 平常在學校承受到壓力 天啊 可是我覺得就小一來說啊 有壓力也很正常 因為整個環境變化 對他們來說實在是差別太大了 嗯 所以到家長也不需要這麼緊張 只要在合理範圍之內 就讓他們去試著去調整自己 嗯 會慢慢在這個整個環境面 會越來越feeling 那除非有像我們家小孩 是真的越來越 越來越嚴重嘛 所以我到了後來他三年級的時候 一度還帶他去做心理諮商 就兒童心理諮商 嗯 我那時候做的東西心理諮商 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不知道他到底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壓力 情緒為什麼這麼不對勁 我找不到原因 嗯 我不覺得 他的功課表現也很不好 方方面面都不好 可是我不覺得 我有給他功課上的壓力 我有責怪他 或是 我雖然我們家 我跟我們爸爸工作都很忙 可是假日啊 或是我們很看重小孩 我們很看重跟孩子之間相處 我也沒有感受到 我們在親子關係當中是有問題的 所以我一直不知道 他到底為什麼會這樣 那時候是透過兒童心理諮商去 Figure out 到底他的壓力在哪裡 就像我講 我小孩自己也搞不清楚 哦 欸其實我必須說 我現在 就算我大兒子都沒有交到朋友 老實說我也沒有特別放在心上 因為我現階段的壓力不一樣 就從我開始 我就開始在煩惱說 好多開學用品 就是 學校要準備 超多東西 然後書套的一整排 一整排很可怕耶 一整個大櫃子裡 全部都是書套 然後站在那邊 真的要嚇哭 然後還有每天掉東西 我兒子 只要今天 他所有 他只要人有回來就好了 因為他一下掉便當 一下掉鉗筆盒 一下掉水壺 對 就你剛剛講的那書套 真的對這樣來 就是很困惑一件事 就有非常嚴重選擇障礙 在文具行裡面 哦 對啊 所以你當初有遇到這種問題嗎 而且我發現呢 因為我一直 我本來以為 是不是因為我特別是一個 對小孩不上心的媽媽 所以我會不知道這些事情 結果我寫了以後 我發現天哪 上千幾百幾千個留言 所有人都在抱怨這些事情 大家都有夠米 你當初沒有嗎 還是女兒比較有靈性嗎 我是指掉東西這一部分 我覺得都會掉 而且家裡頭就好像 你不知道他們書包有黑洞還怎樣 我跟你講最常掉的是橡皮擦 我自己覺得 哦 對沒錯 我有看到我剛才我一開學前 我就聽說這件事情 我就買了量販包的橡皮擦 對要要要 要買那種一整盒的這樣子 而且我還看到那個 我還看到我本來有一個媽媽說 因為她的小孩一直跳橡皮擦 結果她先生太生氣了 她先生就用一條線 一條繩子穿過橡皮擦 然後把她綁在她的鉛筆盒上面 就是讓她不要掉 不會把她綁在她的脖子上 沒有 她綁在那個鉛筆盒上面 我剛才你父母就會知道 綁在脖子上面 萬一被別的小孩拉脖子 完這時候就慘了 反正她把她綁在鉛筆盒上面 她說果然沒掉了 可是第二天被老師投訴 因為她一直在甩那個繩子 像牛仔一樣你知道 是不是小學生都充滿這種問題 可是我覺得這次算蠻初階的 讓這樣覺得很煩 就是很煩啦 女兒也會嗎 女兒也會 可是我覺得男生狀況比較嚴重 而且我聽說 男生就是跟女生完全不同的狀況 就是男生比較容易接 就是媽媽很煩 老師會接到學校的投訴電話 嗯 或老師打來就是 講孩子怎樣怎樣怎樣 對 然後有的時候會有些肢體衝突嗎 像我們我們女生啊 就會接到 就是女兒在學校被小男生打到 這種電話 哦 那相對的男生的家長 就會接到另外一個角度的電話 那我們家以前就有碰到 對方家長就很緊張的打 一直道歉這樣子 欸我其實我也會欸 我那個時候就覺得 站在我的立場 我還寧願她被打 因為她如果打了別人 我真的覺得不知道該怎麼辦欸 所以我跟妳講 小學啊 真的是人生的另外一場修煉欸 尤其就是當家長這個角色 因為從初期開始進去 像你們現在碰到的狀況就是 有選擇贈贈 很多東西要買 要準備 因為準備不完啊 然後準備完東西又一直掉啊 這一種 然後到後來 開始跟老師之間的相處 嗯 然後在後來家長之間 因為孩子可能有一些摩擦 然後家長是 就是要介入不介入的這一種 我覺得那真的很多人生功課在裡面欸 對啊 而且欸我那天 妳有沒有家長群組嘛 欸家長群組一直想一直想 對小孩見到國小之後 家長群組 妳後面妳的名字後面 一定要誇號 就是妳是誰媽媽這樣 對啊 要把小孩的名字放在誇號裡面 那妳不覺得妳沒有自己的人生了 我死都不誇 我就是想說她大概就算了 這就是現階段的人生 我就接受這就是我現階段人生的樣態 哦 因為我看到那個小學生真的很匪夷 我就看到家長群組說 欸這個水壺是誰的 就是她女兒多帶一個 因為除了掉東西以外 還會有妳多帶東西回家 我有聽 有可能對妳買別人帶回家 對啊我聽過有人說帶兩個書包回家 我心裡想說 為什麼她會不小心背了兩個書包呢 結果我那天 因為我們也發生這件事情 我就謎底揭曉了 就是呢她說說 同學A撿到一個水壺 就拿給同學B說 這是誰的你知道嗎 然後同學B不知道該怎麼辦 她就收著然後就帶回家 是不是很煩惱 然後家長就要問說是誰 還說我們要在學校門口面交 還是我就幫妳洗乾淨 就牽起了家長友誼的橋樑啊 家長就開始有一些互動啊 這樣不也蠻好的嗎 欸那妳有沒有看到我 本來還有一個人說 他說掉東西就算了 然後呢 他們是在那個舞蹈教室 因為有可能換舞衣 所以呢就會常常會撿到小孩的內褲 所以有小孩沒有穿內褲回家 然後我就覺得很扯人 然後竟然有人說她小孩穿兩條內褲回家 哈哈哈哈 妳有發生過這類的事嗎 沒有 但是我覺得小孩世界充滿各種可能 欸我覺得我找錯人 因為呢那個女兒比較有人性 對啊 妳應該找兒子 有兒子是不是 對啊 我覺得有兒子世界完全是另外一種世界 對啊 欸那我還要請問喔 因為我真的覺得家長群組 有一點煩 然後妳身為主播 妳工作這麼忙了 妳還是會一直在上面 應該要妳覺得家長應該要踴躍發言嗎 像我其實是連 人家貼了什麼 我其實是連謝謝都不會回 因為我覺得不是沒有禮貌 是因為如果有30個同學 那一個訊息下面就會有29個謝謝 妳不覺得很煩嗎 那妳們家長群組裡頭有老師嗎 沒有 我們的老師不佳人 然後就是老師就會告訴某一位家長 然後那位家長就會貼一些小孩的照片 然後下面就會有一串說謝謝謝謝謝謝 或是什麼好可愛喔 什麼謝謝老師之類的 妳不覺得這樣很煩嗎 我覺得這就是現在親世之間溝通一個 很需要重新學習的功課 因為這到底是好或不好是還是很難講 很煩確實很煩 可是老師說妳也 妳也必須承認她很必要 妳看我們家三個小孩啊 每一個小孩都會有家長群組啊 然後還有有的是有老師的 有的是沒有老師的 然後有的是跨年級的 因為我們家小孩在體制外實驗學校嘛 然後他們是三學旗制 所以我們那時候因為有放一些假 是其他學校沒有放的假 然後家長就要組團 自己揪團來組營隊這樣子 所以又有另外一個群組 專門在揪團組營隊 妳到底有幾個小孩群組 好多喔 超多小孩群組的啊 然後還有小孩的好朋友的家長 有另外組一個群組 天啊 欸那妳是妳身為一個主播 妳有空做這麼多事嗎 而且妳還要跑三鐵 對 還要跑三鐵 對啊 太厲害了 我覺得那個媽媽的那個能力 都是後來慢慢非常強 你可以的啦 沒有 不要那個想看自己 因為我後來發現 妳跑三鐵的時候 就是妳老公在帶小孩 所以我在想 我有想過 妳是不是為了逃避帶小孩 而去跑三鐵的 沒有 沒有 我老公一跑三鐵欸 我們兩個都跑 所以妳們兩個分開 就是另外一個帶對不對 我們有的時候會一個 就是把我們的賽程錯開 一個禮拜六跑 一個禮拜天跑 那沒有跑的就是顧小孩 這樣子 那練習的時間怎麼辦 我們一起出去練啊 因為我們家小孩 現在都還蠻習慣我們的作息了 所以禮拜六禮拜天 有時候很早我們就出門 然後練一趟回來 大概早上九點鐘 他們可能也才剛起床 我覺得小孩大了就出頭的感覺 欸我都看到有一種 有一種要橫越沙漠什麼之類的 然後要去比二十天的 我就想說天啊 如果要可以 我可以離開家庭二十天 我就要去橫越那個沙漠 覺得橫越沙漠 還比顧兩個小孩簡單齁 對啊 因為小孩 而且我覺得現在大的跟小的 我覺得還有作息時間的問題 然後小學生超早上學 妳有沒有想過小學生 為什麼要那麼早上學 對 非常早 就是為什麼後來我都 體制外實驗學校 我有鬆一口氣的感覺 因為我們學校 都是八點半到就好 好棒喔 對 我覺得八點半是一個 還蠻有人性的時間欸 上學時間 因為八點半也不會太晚啦 可是真的以前 都永遠永遠是 最後一個進校門的 因為以前好像七點四十分 就要進學校 現在是七點五十 我們是七點五十 對啊 好辛苦喔 然後我小的要八點 所以我早上送一趟大的回來以後 我再回家以後再去送小的欸 嗯 所以你們有發現齁 你孩子一旦進入到小學之後啊 你的日子會變得很快 然後你會發現 你的一年一年的過去 你的行事地 都是跟著孩子 學校的行事地在走 對 比如說現在開學了 然後過一段時間 要辦什麼親師會了 然後再來 要辦什麼原優會了 然後再來 要準備考試了 然後欸 就一個學期就結束了 然後過了兩個 兩個月的假期之後 然後又回來了 什麼就全部就跟 然後孩子就長大了 一個學期一個學期 這樣孩子就長大了 因為你 因為你已經出頭了 我必須要說 因為你已經熬出頭了 而我現在是正在熬 我只是我現在 現階段的想法是 我每天早上 送出去兩趟小孩 我都已經買好菜 然後我自己吃完早餐 一看欸才九點欸 怎麼會 九點以前我就做好 這麼多事 對啊 因為突然覺得你原生 其實非常充實 然後你還有很多時間 可以做其他的事情 可是我還蠻建議 我還蠻建議這樣 如果可以的話 還是盡量有機會 進班就進班 就是像應該是每個禮拜 會有一個早上 會有晨光時間 喔沒有了沒有了 現在疫情已經沒有了 很多家長都在 我身邊有很多 在有兩個朋友 也是小姨新生的媽媽 就說學校都沒有 都沒有看過學校長怎樣 第一天上學 小孩就自己進校 然後就很擔心 小孩掉了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辦法進去 現在是真的沒有辦法進去欸 我覺得這真的是 對今年新生家長來說 一個很大的考驗欸 疫情真的打破了所有 大家原來習慣的一個模式 而且認不得同學 因為大家都戴口罩 然後全部都穿制服 欸我第一天去接他放學 我整個人嚇壞了 我想說天啊 小姨新生需要定位手錶 因為所有人都穿制服 然後所有人都戴著口罩 嗯所以認不出自己的孩子 一時之間 對啊因為大家形狀都一樣 然後全部涌出來 超可怕欸 好可怕 我覺得這是今年會比較 會遇到的問題 這可能是你以前可能 對對對就算你當過兩次 小姨新生家 你可能都不會體會到 從來沒有碰過 對啊對啊 而且我覺得很難想像 嗯我們曾經 在我們自己的Podcast節目當中 就有講到 就是聰明去找了一個資料 那在這個疫情停課 國外就有研究嘛 嗯 其實對於四到十歲的孩子 心理層面上的衝擊是最大的 嗯那你不要講了 更何況小姨新生 他們在人生階段 現在是一個全新的一個開始 嗯然後碰到很多的衝擊 衝擊過程他們自己要調整 可能會碰到一些挫折 嗯然後又是疫情 每個同學都遮了半張臉 老師也是 對啊 我覺得那個其實很難想像欸 對孩子來說造成的壓力 是還蠻難想像的 是那就沒有辦法 現在這是全球的問題 大家就只能認了對不對 欸那你有買過一些自修的書 想要認真當個家長嗎 或者是因為我還 我上次才看到徐若萱 他說他的兒子要上小學 還是幼稚園之類大班 然後他就把他的課本 全部讀過一遍 他說媽媽媽要先會 而且是英文課本喔 他說媽媽要先會 嗯 我才能教你 因為你不要想像說 那是什麼3加3等於多少之類的 因為他是 他應該是在新加坡念 英文是有點難的 他全部都讀過一遍欸 你也不會做這種事是不是 不會而且我真的覺得 現在家長就是 因為孩子生的少嘛 然後大家專注都 真的就在孩子身上 結果自己壓力也都很大 所以我有時候在這個過程中 我也是在想說 我小的時候我爸媽是怎麼對我的啊 嗯 那為什麼我們現在 自己長大了成了父母的時候 我們是用這樣的態度 在對待小孩呢 這樣子 我心裡頭也有很多的問號 可是因為他就是一個氣氛啊 當你身邊所有人都這樣的時候 你自己會有壓力 你的臉書上每個人 都給孩子 塞了這麼多的課程 然後每個孩子 英文都好棒 然後都可以去參加一個 什麼數學的競賽的時候 你其實你就會有壓力啊 但因為我們家老大給我很大的震撼教育 所以我很早就釋懷了 我記得我們家老大小的時候 我也是看大家的臉書 每個孩子都好棒這樣子 嗯 然後我也覺得我們家老大 從小就是雙語幼兒園 怎麼上了國小 一年級英文簡單的 這樣子 然後可以考這種分數 想說到底是有什麼問題 那分數拿回來真的會嚇死我 就是不可思議這樣 就我心裡頭就有那種焦慮 然後我又想說 那我到底要不要給他補英文啊 是不是要再加強什麼東西 而且我們共學團都在玩這樣 所以你也走過這一段 有就是很掙扎 可是因為我們家孩子 那時候狀況真的很不好 嗯 然後因為我有信仰嘛 然後我覺得那時候 神給我一個很強烈感動 讓我突然就是被棒喝清醒過來 就是那時候 那時候我就有一句話 就問我說 你覺得神在乎他的英文好不好嗎 我後來發現其實在乎的 不是他的英文好不好 而他的生命好不好 那當時孩子的狀態 是在一個生命很混亂的狀態 所以我那時候就放開了 我就根本不會去想說 還要再補強什麼啊 然後功課上要怎麼注意啊 英文上要怎麼樣 就完全不在那個重點上 反倒是把眼神拉回來 聚焦在孩子情緒上 要怎麼樣把他整理回來 那就是跟我一樣啊 我從很在意他漏東漏西 到後來他人有回來就好了 因為他人有回來是最重要的 其實他都算了啦 就習慣啦 對啊其實是這樣子 沒錯耶 所以我覺得就是如果說 現在有聽眾他 也是小玉新生媽媽的話 你就你就只能放開了 很多事情就是 往好的方面想 就是他沒有大問題就算了 其實真的就放開 而且孩子一定會長大 所以現在碰到覺得說 很卡住的問題 很痛苦的問題 嗯 時間拉長看 你再回頭去你就覺得 好像也還好 就像你現在看到小 幫他們小時候拔屎拔尿 覺得很煩 嗯 可是現在再回頭看 走過了好像覺得 也還好嘛這樣子 哦 欸那你是不是很在意 陪小孩成長的那種父母啊 我我我當然是很在意陪小孩 而且我一直覺得 我對孩子有虧欠 為什麼啊 因為你很忙 對 對 而且因為我的工作時間是 晚上工作嘛 那孩子放學回來 其實很長時間 都是看不到爸爸媽媽媽的啊 然後一回來就要催 出他們睡覺 我在我 我沒有辦法陪孩子 吃晚餐這件事情 上一直長年都是我的 一個心結 欸你覺得要陪多少才 陪多久才夠 現在也比較好一點了 現在覺得重點不在時間 嗯 真的是你賠的質量 哦 像我老公他都邊陪小孩 邊滑手機 你覺得可以嗎 老公自己說覺得可以嗎 工程師先生 因為他自己覺得很可以 嗯 我覺得很可以 哈哈哈哈 沒有啦 就是也沒有 就是呃 比方說 我 我不是說一直在滑 就是他們在玩的時候 我就要滑一下 嗯 我是覺得因為每個家庭生活樣態不一樣 嗯 總是可以找到一些 一些方法 然後去放在有質量的相處上 嗯 像我們家 嗯 我覺得我覺得這幾年下來 我還蠻喜歡的 就是我們偶爾會陪小孩睡覺的時候 那個睡前的聊天時光 欸我也喜歡欸 結果我昨天叫我老公陪他們睡覺喔 因為最近我都比較早睡 我老公陪他們的時候 他在滑手機 你想說什麼嗎 沒有 欸你老公會滑手機嗎 我老公不會 因為他年紀比較大 就是知道這個行為非常傷眼 你知道他躺下去就睡著了 可是我覺得這是 爸爸跟媽媽陪小孩睡覺 很不一樣的地方 像我們家老公陪小孩睡覺 就會很在乎說 都幾點還不睡 趕快睡覺不要講話這樣子 可是我陪小孩睡覺 小孩就是真的會一直跟我講話 我們就會講很久 然後真的弄到很晚 對那你又會很著急 想說還沒睡 早上起來上學 可是心裡頭又覺得 我好喜歡跟你們 像這樣子聊天的時候 喔欸其實我覺得 我大兒子上小學以後 我會覺得我小兒子 可能比較會備受冷落 因為我開始每天會很關心 他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我就會一直跟他聊天 那我覺得這個事情 這個東西真的很重要 就是你要跟小孩談心 你要問他發生什麼事 對可是我覺得真的很難免欸 我們家一定是所有的狀況 每一家都一樣啦 一定所有狀況就最大的最先碰到嘛 那你也是第一次當國小學生的媽媽 像我們家姐姐現在七年級 我也是第一次當國中生的媽媽呀 所以你一定會特別專注在第一個狀況 那我都會覺得我只要把第一個處理好了 嗯 或那個經驗累積了 第二個我就會輕鬆很多 那確實也是如此 喔欸那你有讓他們用手機嗎 我們因為年紀比較大啦 你看我們家姐七年級了 嗯 然後老二五年級 所以他們確實都有手機 而且因為他們在體制外的時間學校 所以他們很早就開始會學習 使用數位工具 在學習上 喔 所以他們確實比較早 開始有自己的iPad啊 或是手機這些電腦 那他念一般小學的時候 你有讓他有用手機嗎 因為我發現這好像是 現在很多家長的問題 也就是大家很怕找不到小孩 對 但是學校好像又禁用手機 這個方面你怎麼看 因為我們孩子在共學團 然後他們 像我們家老大 他二年級開始就被培養自己 要獨立的通勤這樣子 嗯 做公車 所以那時候有給他們 叫那個智慧表 兒童智慧表 嗯 嗯 那時候都用這個 在他們第一年級的時候 二年級你就讓他自己坐公車上學 欸 訓練啦 嗯 就是在可控的狀況之下 而且共學團老師也 也曾經放手 讓他們獨立 讓他自己一個人 獨立的坐公車 嗯 而且曾經有把小孩弄不見過 你舉的例子好妙 我本來 因為我上班嘛 我本來預期那個共學老師 他是這樣子騎著摩托車 跟著他上的那班公車 跟著一起走的這樣 然後到孩子下車那一站 嗯 後來發現我誤會了 那個老師有一次呢 因為那一天共學團 剛好其他孩子都請假了 只有我們家姐姐 然後老師是跟他 直接約在下車的那一站 所以我們在那邊碰面這樣子 結果沒想到 嗯 孩子都沒有出現 就孩子就不見了 天啊 那怎麼辦 嗯 然後我是 我是在五點多 我快要安心文了 大概 我是六點安心文嘛 大概二十分鐘 接到共學老師 非常緊張的電話 而且呢 我不是說孩子都有 帶那個智慧表嗎 可以定位可以打電話給他 偏偏那個老師 又比較沒有經驗 他沒有先確認孩子智慧表 已經沒電了 所以那天孩子智慧表 完全失去功能這樣子 然後孩子就不見了 然後他等不到孩子 他也等了很久 都等不到 才不得已打電話給我 可是我已經快要安心文了 我一接到電話 我想說現在是一個什麼狀況 我也快嚇死 那怎麼辦 結果就在 就在電話當中的時候呢 老師突然喊說 有有看到他了 看到他了 他來了他來了 就知道好孩子回來了 後來回頭 那一回家就問 你們家姐姐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嗯 然後姐姐就說 因為可能他個頭比較少 我把它講不清楚 反正他總而言之 他也是要準備下車了 嗯 然後司機可能沒有看到他 哦 然後司機就沒有 對就過站了 那過站之後 孩子就開始慌張 想說現在怎麼辦 這樣子 那司機也有發現不對勁 還有我們碰到的是 一個很好的司機 那因為我們那邊 要下車的地方 距離終點站已經不遠 司機就索性呢 把他直接就開車 帶到終點站之後 交接給對面 要發車的司機 對 然後孩子後來就是因為這樣 然後就平安的回來 可是經過這個過程 之後呢 我就發現 終究是可以解決問題的耶 孩子在外面 其實他還是有辦法 克服他當下碰到那個小小的困難 你沒有害怕到怎麼樣 就是以後不讓他自己 不會啊 因為我沒辦法呀 我就是要上班 不然怎麼辦 後來我們家姐姐開始就自己坐捷運啊 然後坐捷運也常會坐過站啊 會睡著啦 什麼的 然後我就接到他打來電話 然後一打來就哭 媽我現在不曉得人在哪裡 我坐過站 然後我就說 那你就出去 你看有沒有穿背心制服的 結果我才跟他講 要怎麼樣去找到對的人 問對的問題的時候 嗯 就已經有工作人員 捷運站的工作人員看到他 就哎 沒沒沒沒 你要去哪邊什麼 然後就帶他到哪邊坐車 然後讓他回頭 類似像這樣 經過幾次之後他就都會啦 他現在對於自己做錯站 他都覺得很無所謂 尾班一定會得來 哎 我覺得其實是剛好這個疫情 也是也是給小孩一個磨練 因為我相信 就是現在的家長還是會很保護小孩 就像很多人會抗議說 一年級我都不能進教室 第一天我都不能進教室陪小孩上課 可是因為我也不能 所以我就一直跟我大兒子說 你找不到教室 因為他真的找不到教室 我說你就問人 就問老師 大概幾次 或者是去他社團 他幾次之後他就知道 他就說我會問老師 路上都會有老師或是導護 有備章的人 他就說我就去問他們就好了 所以這能力就在這個過程當中培養起來的 我記得我以前曾經就是要跟 進共學的家長 就有興趣要進我們共學團家長 在聊天的時候 我就講到這個 我說現在孩子都只有點到點 他們沒有中間的過程 到哪都是被接送的 被安排好的 那因為在共學團 他們要很多時間自己在外面跑 坐捷運 坐公車 甚至坐火車這樣 所以他們對於這個過程 他們是有概念有連結的 以至於我們家孩子 為什麼這麼快可以自己通勤 因為在共學的階段 他們其實都有概念 那那個家長 聽的時候覺得 還不錯還不錯 蠻好蠻好這樣 可是後來他沒有選擇進學團 原因是因為我們通常 在跟學團的心聲 在聊的時候是夏天嘛 準備要開學了 然後那媽媽就跟我講說 她想到到時候冬天啊 或下雨啊很冷啊 還是要在路上這樣子 她就覺得也是蠻辛苦的 她就不選擇說要進學團 所以你就會發現 每個家長的想法 確實很不一樣 那我的狀況就是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這個能力 這樣去接種小孩 所以逼著我們家的小孩 就是得要自己想辦法 可是也有些家長就還蠻好奇的 你其實不怕像小燈泡那種事情嗎 不覺得路上很危險嗎 壞人很多嗎 可是你實際上盤點一下你的周遭啊 你覺得我們身邊都是壞人嗎 我覺得我們身邊大部分 還是會願意幫助孩子居多 所以我們也會教孩子 你要去找對的人詢問 你就是找穿制服的 你去到便利商店 到處都有便利商店 會這樣子教導小孩 然後我也常常會跟大家分享 像我自己播新聞 有的時候會比較聚焦在極端的個案 例如說小燈泡的那個案子發生的時候 所有這樣都非常的panic 可是你在認真的想啊 以那麼極端的個案 媽媽就在旁邊 是 都沒有辦法 哦 所以就不要讓極端去挾制了自己的情緒 因為他就是個極端 不能把極端當成常態來看 如果我們把極端當成常態來看的話 那日子真的是每天過得太體型吊蛋了 其實是真的 就是不管是大事或小事 我覺得小孩子已經大到一定的年紀 很多事情好像要學會放手 因為像我們那邊都還會有 就是家長會會跟老師說 欸我的兒子都不喝水 你可以教他 每個每節下課都教他喝水嗎 對對對 可是我就會 跟我兒子說 像幼兒園一樣的 對對對 我就會說你一定要喝你一定要喝 結果我發現他還是不喝 因為我還買有科毒的水貨 就是每天在監督他到底有沒有喝 因為你不可能去要求 所有的人去盯著他 說真的是你自己的孩子 你自己講話 你講話他都不聽了 你要怎麼會叫周到人去盯著他呢 更何況老師一個人要對上班上二十幾個孩子欸 他其實沒有能力去顧到這麼面面俱到的 對啊所以就算了放手 或是他真的遇到了 我覺得他會變 不過叫他老實說 現在對我來說 讓孩子自己去上學 我也是會害怕 你們家走到學校嗎 還是要坐車 不用就是走路 可是有很多大馬路 對我覺得也可以 初期就是跟在他屁股後面走看看 但我相信孩子其實都有這個能力 只是我們家很捨不得 或者是不敢放手 因為我們家小孩在共學這階段呢 他們有時候去走的一些行程 我回頭看老師傳來的照片 我都會嚇一跳 就覺得哇 你們這麼小年紀有辦法這樣走 像他們會 那時候才小學一年級 我不曉得 你知不知道金面山在內湖 金面山有時候爬的時候 還是要攀繩子這樣子 他們會放學背大書包 然後就一年級這樣 然後在那邊爬金面山 那你說你看照片覺得 哦天啊 可是他們可以耶 他們都做得到耶 我們家孩子那時候在共學團 一生二的暑假 他們就被帶去屏東 墾丁那邊走阿朗伊古道 我自己後來走過 我覺得那真的不是很好 走的一趟古道 但他們在小一生小二暑假 又全部走完了 就是其實你不要擔心他 對 他常常他能做到的 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 哦 那是因為你真的很大膽啊 好吧 那我試試看 偷偷尾隨他去上學 跟在後面走這樣 對啊 沒錯 其實我小 我的兒子大概在中班的時候 有一天我媽來我們家 然後我就說 我就懶得出門 我就說你帶他去上學 我認為他會走 因為他要走捷運 反正我媽帶著他 因為他要做捷運 然後再出捷運 然後再走到學校這樣 後來我就問我媽說 你有沒有成功到學校 我媽完全沒有去過他的學校 我媽說一次就成功啦 那時候他才中班 對啊 所以其實他是認得的 可是有時候我 我故意問他說 你會不會自己走去學校 我覺得他可能不想 或是他心裡會害怕 他就會跟你講說 欸我不知道啊 我不會 結果就是只有人性吧 我們大人也一樣啊 當你有一個可以依賴對象 你自己就不想堅強啊 你就覺得 我可以靠我何必呢 喔 就是反正你要當小學生的媽媽 開始練習 讓他早點獨立是好的 我好想知道 像你這樣理性的人 你會破口大罵嗎 哎呦 就罵到自己閉嘴啊 誰都閉嘴 所以你也會 然後自己都覺得很好笑 會會會 那你覺得黃聪你會大罵小孩嗎 因為他看起來也不會 我天啊 他兇起來很兇的 啊 他看起來超不會耶 他兇起來是很有威嚴的 喔 他不需要那種大聲嘛 喔 所以大家也不要 我的意思是說 請大家也不要自責了 如果你偶爾對小孩很兇的話 其實黃聪你也會喔 露露也會喔 黃聪你會喔 而且黃聪你在節目上 有講過他以前 情緒失控的時候 然後都被小孩忌恨那樣子 喔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情緒難免 可是小孩子越大 他越會學習你 所以我最近都在學習 你控制我自己的情緒 有啊 就是要轉移自己的注意力啊 然後黃聪你每次都招大家一個方法 就是你看一個物體 然後再想它的顏色 然後多數幾個你身邊的物體 然後什麼顏色 白色的帽子啊 黑色的鞋啊 什麼的這樣 那慢慢你的注意力就會被轉移 我聽過他講這件事情 可是沒有用 我自己覺得 我就是慎怒下不會去想這件事情 你平靜下來你都知道 可是慎怒下你就不會去想 我覺得這就是最困難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自己在深怒之下 我有時候會逼自己就是離開現場就對了 但有時候也是因為太生氣了 我會覺得我不想理你 然後就會離開那個現場 欸那你會跟小孩說情緒是性自言嗎 我現在想冷靜一下媽媽 現在不想看到你之類的 我會我會說我現在冷靜一下 然後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現在跟你說話這樣子 但我不會說我不想看到你 喔 好吧 可是我真的覺得階段不一樣欸 因為你們孩子還比較小 所以我覺得面對有時候比較小的孩子啊 可能就是暫時要給孩子一個空間讓他去鬧 嗯 所以反正結論就是呢 大有大的煩 小有小的煩 不過大也有大的好 小有小的好 你遇到你就只能面對他 你都已經生出他 你能怎麼辦呢 對啊 你不覺得這也是人生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嗎 你就隨著孩子的年紀 然後自己也跟著成長 喔 欸那基本上育兒路上 你覺得你的老公是神隊友還是豬隊友 我覺得他是神隊友 他真的幫了很多忙 而且他因為我的工作的狀態 他其實承擔了很多照顧孩子的 的大大小小小的事情 啊 沒有因為我老公因為我的工作狀態 所以他很輕鬆 因為我不是一個需要固定上班的人 嗯 對因為我我聽過就是就是很多爸爸 可能就是要很早下班去接小孩或是幹什麼 就是也是要做事 可是基本上我就是一個不需要固定上班的人 那你就趕快給自己塞點其他星座 好啊 還不去找一個 他的意思是 羨慕基督恨嗎 去7-11打工 然後而且還要選那個早上的 送小孩上學的那個班 就是硬要出門就對了 可是孩子給老公照顧也有承擔一定的風險啊 像我老公以前就有弄東西弄就是 完全沒有熟的那種肉類有沒有 嗯 然後給小孩吃 然後他也吃不出來的東西沒有熟 但是小孩最後還是平安長大啦 就是把 是啊是啊 所以這就是放手的一環 就是 沒錯 對對對你讓小孩獨立 和讓老公獨立 你自己都會比較輕鬆 所以很多媽媽都會覺得老公都不幫忙 但是這中間的過程啊 也有可能是老公一度很想幫忙 但因為就是做不好嘛 然後媽媽又在旁邊看了覺得很討厭 嗯 你不要來啦 我自己弄就好了啦 煩死了這樣子 嗯 一點事情都不會做這樣 然後先生被媽媽想說 好不好算了算了算 然後就越來越不做這樣 所以不可以這樣子 嗯 就是做的再怎麼爛 你都吞了 然後讓他還是繼續做 我跟你講 我老公他就是洗碗或洗鍋子 他都不會扣 鍋子應該要扣 就是讓水利 你懂吧 女人都懂這件事情 對對對 我老公就不會 他怎麼講都不會喔 然後我好說歹說 他都不會扣過來 後來我也不會因此而不洗 因為我也不會因此而不叫他做 因為我覺得這樣我太吃虧了 就他每次洗完以後 我就會 對對對十分鐘我就會進去 把東西都扣住 不然怎麼辦呢 你把事情都懶在身上 就是累死自己啊 不過我覺得媽媽還是要 適時找人幫忙啦 嗯 就是不管怎麼樣要找到一些 可以支援自己的管道 助手 我覺得那都很重要 像那種找家事阿姨啊 什麼的 嗯 因為有些事情真的沒有辦法 交給爸爸也 也實在是還是得要自己善後 欸我有發現那個 熱衷於學校事務的幾乎都是媽媽 然後我就 叫我老公去當導護爸爸 就是在馬路指揮交通的 很好耶 對啊因為幾乎都是媽媽 在做這些事情耶 我就想說天啊 我才不要做這些事情呢 很曬太陽在那邊指揮交通 我就叫我老公去 不過他大概是唯一一個老公 阿其他也還是媽媽唷 導護 幾乎都是媽媽 而且我朋友說他們學校會有很多 在圖書館的阿 或者是幫什麼什麼教務處阿 其實學校有很多不是老師的人 都是媽媽 去當義工 對大部分都還是 可是我跟我朋友研究過這些事情 我在想說 就算我沒事躺在床上 我也不想去當義工阿 我朋友就說他們應該是跟婆婆住 就她不想要回家 你是不是不想聊婆媳問題 沒有關係我們可以跳下一題 那最後呢 露露可不可以給我 還有成千上萬的 剛當小學生的媽媽 一些什麼樣的育兒建議 就是大家放寬心啦 然後日子會越來越好的 現在感覺起來因為剛開學嘛 然後又是疫情階段 很多覺得不可測的心裡頭 都會有一些不安全感 可是時間拉長回頭來看 就會覺得真的一切都還好 對 不要太緊張 OK 反正就是不要太緊張 放輕鬆 像你這麼忙的人 就會還讓小二的小孩 就自己坐公車 還把自己弄掉了 最後也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對對對 也是找回來了 所以大家 對大家就不要看一些極端的新聞 然後每天讓自己緊緊張張 對不對 對 然後我還蠻 我真的蠻建議 當然疫情啦 如果之後有機會的話 去學校參加愛媽呀 或者是說 孩子那種戶外教學的時候 都需要一兩個家長幫忙 看顧小孩的這種 志工的機會 有機會跟著還是要去一下 因為你可以認識孩子的同學 然後他回來講誰講誰 你就知道是誰了 你跟孩子的同學 其實有一些連結 我覺得對孩子 融入那個環境 是更有幫助的 然後你也比較能夠 覺察到孩子 在學校狀況 就像我講的 我們家老大那時候的情形 如果不是因為幾次 進到學校裡頭去 其實我不會發現說 他在校園裡頭 跟同學互動是這樣的奇怪 哦 對 反正多跟孩子談心 不要過度的插手他的人生 但是就是還是要問一問就對了 對對對 我覺得你這個結論下的真好 就是不要太 太早介入 嗯 可是 因為孩子在那個過程當中 他也在調整自己嘛 嗯 可是你真的覺得已經超出 那個界限的時候 你不會完全的狀況外 哦 OK好的 那我們節目還有最後一個單元 叫做筆友金紅燈 就是呢 會有網友寫信來 我們就要回答他的問題 大家一起回答好不好 那我念題目囉 我的男友跟他姐一起買了一間房子 房貸一人一半 他姐姐沒有男友 也似乎沒有結婚的打算 婚後呢 我和男友打算另外買房子住 我跟男友說 請他姐把男友的那半買了 男友說他姐姐負擔不起 我說那不然我把他姐的那半買了 男友又說那很像是把姐姐趕出去 他覺得不妥 可是呢我又覺得男友出一半的錢 給姐姐住 我很不甘心 請問我該怎麼辦呢 而且他署名是鬼遮掩的代價新娘 意思就是說 不管怎麼樣他都會 他都會結婚就對了 鲁鲁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 可能要先問一下男友自己的想法吧 因為那錢畢竟是他男友的啊 我也 我其實我覺得不管在婚前婚後 除非他花了這份錢 讓你家裡就是入不敷出 讓你自己的現代的家庭入不敷出 不然他的錢要怎麼花 那就是他的事啊 對對對對對 然後就我們自己之後 我們這個單位 我們應該怎麼樣來做鬼花 那就是我們的事情 不過我覺得還是蠻建議他男朋友 還是要把這個婚前的這個部分 先做個切割跟釐清 如果你真的打算就送你姐姐了 好了那你就送你姐姐了 你也心甘情願 以後就不要在這間心上再狗狗敵了 嗯 工程師怎麼看 對啊我蠻贊成 陸陸的看法 就是每個階段不一樣嘛 你現在還沒有 就是即便你結婚後其實 好啦算了別管制了 事情是個鄉土就有這件事情啊 如果男朋友去跟他的媽媽說 或者是男朋友開始提出這件事情 然後他的姐姐就告訴他們的媽媽 然後那個未來的婆婆就這樣說 哎呦你都還沒有進我們家 你就開始管我們家的事 那怎麼辦 你在問我嗎 我在問魯魯 因為我覺得問你 你會沒有辦法達成 對沒辦法 這個那個炮火太猛烈了 我不知道該為誰辯護這樣 對啊魯魯如果你遇到像我這種婆婆 那你覺得該怎麼辦 我覺得跟婆婆溝通 是需要很長時間的磨合欸 如果要婚前就要討論 這事情真的太困難了 這一定要男朋友要我擔當 我直接忙出來看 要出來扛啦 所以這個階段 我覺得做未來的新嫁娘 這個也可以做一個觀察點 就是你的另外一半 面對這種三明治的角色的時候 他的選擇是什麼 他會怎麼做 其實我只是想要聽一聽看 理性還有震驚的人 會怎麼回答這種問題 如果沒有想到 你的答案還是如此的理性和震驚欸 你什麼時候才會脫下主播的外衣 真的讓人討論 其實我跟我婆婆的相處 我覺得也是蠻有趣的 因為你一邊在講 我也一邊在想 我跟我婆婆之間的互動 但我還是不要在這裡講好了 好啊 可以再約一集聊 哈哈哈哈 好的我們謝謝專業主播 震驚的解答了這麼三八的婆媳問題 那各大平台都能收聽到 你好我是宅女小紅 不管你有沒有固定收聽 都請先按關注和訂閱我的podcast 還有請大家踴躍的留言發問 我們有可能會回的喔 那今天就謝謝露露 謝謝 還有謝謝工程師 再會囉 謝謝大家 拜拜